三位保全人員表情嚴肅 眼睛緊盯經過AIT周圍的民眾 一有人停留便上前查問 媒體拍攝也遭驅趕 IS警告直撲而來 有專家提醒 如果反恐機制啟動 優先保護的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和以色列駐台辦事處 保全人員透露 美國在台協會上級下令 外圍任何風吹草動都要即刻通報 AIT除了自聘保全 保留總隊也安排一支中隊 負責戒備 維安相當嚴密 AIT發言人強調 除了美國對全球發布的旅遊警戒 尚未接獲攻擊台灣的情資 國際上也被恐怖分子 列為頭號目標的以色列 駐台辦事處位於信義區的大樓 全民接兵的文化 讓外交官都練就反恐習慣 以色列駐台官員 還特別提醒台灣民眾 隨時保持警覺性 比方說如果路邊看到有袋子 不曉得是誰的 也要注意裡頭是不是有危險物品 或者是看到有民眾 一直針對某一個定點在拍照的話 要小心他也有可能是在收集環境情資 以色列駐台代表處危機意識十足 911事件時就曾經全員連夜撤退回國 駐台無關也都是具有實戰經驗的軍方精英 各個精通巴西柔術 還會指導所在轄區的信義分局遠景 事實上台灣反恐的行動都是跟著美方的步調 像是新生南路清真寺 傳出過去在美方暗示下就是警方監控重點 但現在已經不再進行監控 恐怖分子全球出擊 誰都很難 只身事外 記者謝軍仲 邵玉敏 台北報導